房租不炒主要有三样政策 第一个叫限购 它会划定一个范围 这些人才可以买房 其他人不可以买 甚至他可以限制你卖房的时间 第二个叫限贷 就限制贷款 所以限购限贷是两个限制性的措施 是房租不炒的基础 目的是什么 防止房地产的价格 持续的上升 再往上走 可能这个泡沫就越吹越大 爆掉的时候可能会是一场 经济灾难 那这个效果达到了吗 这个效果是达到了 其实他推出这个政策的时候 房价 房价已经开始往下走 但是这个政策没有取消 因为他担心这个政策一取消的话 要么房价 继续往上走 要么房价往下走 都有可能 房地产市场在房租不炒的政策之下 它是在 扭曲状态 扭曲了房地产的规律 本来你要调控房地产市场 你应该增加土地供应 那房屋就会增加 那房屋增加供应 那房价就会下来 那他又不想增加 土地供应 原因是他最好这个价格赚在我的手里 我想让他涨一点 我就稍微松一点 不涨呢 我就捏紧一点 就是他的有自己的私心在里 他不是真想把房价打击 这就是他非常严重的后果 就是他扭曲了市场 等他真的变成了一条死鱼的时候 怎么扒了他都起不来的了 取消有什么影响 取消不好说 为什么 因为房价现在很高 在高位 就有点像下游的黄河 黄河在下游是一个地上河 半空中 他要是一下绝了一个地 那就泛滥成灾 looked it over there 大家看看 一点点 所以 0 10 20 20